台股今天继续暴跌1,807点 再创史上最大跌点 跌停档数超过800档 台股要跌到何时 我说止跌关键是三缺一 今天节目告诉你 人者无敌,勇者不拒 财富零距离 赶快欢迎我们最温暖的大人哥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8月5号星期一 台股暴跌1,807点 跌幅8.35% 加成股价指数收在19,830点 承招量6,407亿 贵买指数下跌了7.86% 期货跌停板 到底这个盘,这个行情发生了什么事 赶快进入今天的节目重点 台股再创史上最大跌点 凶手到底是谁 台积电还别买 但是零股股东已经突破了1万人 好坏股通通杀 融资断头潮 到底应该怎么办 大人哥说 纸跌关键 要盯三缺一 那么到底是三缺一 这个一到底是什么呢 赶快把问题交给我们最温暖的大人哥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 好,德宇好,大家好 好,确实我相信今天大家应该盘中的时候是不舒服不愉快的 所以我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你现在目前有 股票套牢或者持股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加我的LINE好好的来跟大家做相关的解析 那当然大方向我们会在节目上面说清楚讲明白 所以今天的台股大跌了1800点 那你看到上个礼拜跌了104点 原本以为已经是史上最大跌点的台股了之后的话 今天就是跌还有更多 所以今天1807点 那台积电的话已经正式跌破了900块的关卡了 红海168跌停板 然后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台子期货 跌停板的10%的跌停板 过去的7%的时候我看过 可是这一次真的看到了10%的这样的台股 台子期货的跌停板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说过了 现阶段的台股跟台子期货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融资断头 期货砍仓 所以它会砍的越激烈 然后筹码福尔洗的越干净 对于未来的台股后续拉回再手稳 甚至错沙抄跌再手稳的台股一定有它的帮助 但是重点是 我现在手上股票就跌了 那你要怎么样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赶快来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说 这一次的大方向来说 因为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说 这一次的全球股市的风暴 重挫下跌的凶手 其实是不只是一个的 那不只是一个 这个上礼拜的投影片 然后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为了下跌这边去找一些相关的理由 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说不管哪一个 是真或者是假 我要看到的是 到底能不能透由这一次的创高 然后拉回 还还还涨毫不容易涨了半年 七个月创下了历史新高的美股跟台股 结果竟然在一个八月份的时候 重挫杀下来 还涨 然后几跌 我认为目前为止的话 都是多头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那当然有些人开始恐慌了 开始紧张了 开始新闻就跟你讲说 有一堆的这种下跌的理由了 没错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相关的内容的话 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 有跟大家分析过一些些 那今天继续帮大家分析说 如果还没讲到的 到底是真或是假 来 川普要收保护费 他说 你台湾的晶片 半导体 你台积电 你赚了我们美国人太多钱了 你把我们的晶片生意都抢走了 对 所以我要收你保护费 那就是保险的观念 他说 远远在那个小岛 我为什么要派兵救 就是叫你要付保护费 就是要付什么什么 军事国防的预算之类的 那不过 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 上一次的川普 在他的任期之内的时候 美股是创下了新高再新高的 我们自己的台积电的状况的话 也是一样 你看那时候 2017年到2021年的那四年的台积电 竟然可以从181块涨到了649块 然后整个一个258%的涨幅 所以那绝对不是我们说到的什么 第一个理由保护费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 其实也跟大家说过了 快速带过 因为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是 我台积电怎么办 我鸿海怎么办 我联发科 我现在手上一堆的个股怎么办 这些个股我们待会赶快跟大家做说明 来第二件事情 科技财报其实没有那么差 因为你看像Meta 他也跟你说他要扩增资本支出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Google吧 Google他说 即使我们的AI的收入 营收还没有看到实际的内容 可是我们一样要扩AI的支出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本来就没有收入 Meta敢跟你说他的收入 其实我还不太相信 不过反正这个先阶段的话 大家要是要赶快把这个预算 赶快把这些基础建设 把它建好 所以回答到今年为止的话 即使他短线上面大跌 他依然还是一个翻涨 一倍多的回答 甚或是从去年翻上来的时候 他还可以涨到1000块去做分割 这是我现在看到的AI趋势没有改变 但问题是 我们还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回答遭受了板垄断的调查 甚至这几天还有GP200的晶片的瑕疵 怎么好像在国际股市 在台股在美股有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些鬼故事就一个一个跑出来了 GP200的晶片瑕疵 我们目前法兰圈了解的状况是 真的有问题 但对 但是 你要帮我传一下起来 但是 其实就是一个可控的光照的小问题 换一下升级一下 然后台积电用力一下 就是台积电赶快帮我帮忙回答去做赶工抢工 那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 无伤大雅的问题 可能过几天 大家就会看到这个新闻说 没有问题了 不用等到明年的第一季去了 你第四季还可以如期的大量出货了 不过不是现在 可能是在行情回稳之后 你就会听到说 没事了 所以怎么会台股美股在大跌的时候 事情一大堆 然后哪一天 你看到他回稳的时候 事情就都没了 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件事情 那当然中东地缘那边 包含像是以色列 伊朗之间的一些纷纷扰扰 原本就是新闻在跟你讲说 伊朗可能要在8月5号 今天8月5号 要回击以色列 然后现在最新最新的新闻又跟你说 以色列恐怕会先发制人 先去做反攻 到底哪一个 我很老实说 我不知道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过了 不管是真的是假的 他都会反映在VIX上面 恐慌指数到目前为止 还在攀高的过程之中 请你先做一个谨慎观察 现在目前的行情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些说法是说 日本央行的升息 套利交易的回补这种 我认同他是资金面 上面的问题 资金面上面的问题的话 也带来了今天的日经期货 盘中熔断 对大跌重挫 对 那这件事情真的带来了一些 原本借日元 然后去买全球的风险性资产 买债的买股票的这些资金 有一些回去日本的这些问题 所以日元正在做升值 所以日元如果能够升值趋缓 甚或是转为震荡的时候 这个资金面向的调整 那应该就可以稍微告一个段落 那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美国的经济真的要衰退了 触发了叫做是萨姆规则 的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 怎么会在上个礼拜五的 晚上的美股跟礼拜六凌晨 收盘的美股的主要是全面崩跌 那这个崩跌的过程的话 原来市场就跟你讲说 因为就业的数据不好 因为失业率太高 所以触发了所谓的萨姆原则 那萨姆原则我今天早上在 中视的频道 每天早上八点 你可以看我在那边做直播 那万一如果你在出门的 上班上学的过程之中 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看到直播的话 没关系 我一样会把影片 把它拿回来到我们的YouTube 跟我们的YT上面来做回放 所以直接盯我们的YouTube 跟YT就可以了 萨姆规则 他过去新闻说的 他过去真的是100% 完全命中的经济衰退 那这位经济学家他叫萨姆 不是阿萨姆奶茶的萨姆 他就是翻译了 这个叫萨姆 他是萨姆 对 然后他说因为他是FED的前经济学家 那目前任职在一个私人机构 私人的法人机构 来去做首席经济学家 那他说美国失业率 如果三个月的移动平均 减掉去年一年就前一年了 前一年的失业率的低点 然后只要数值超过0.5% 0.5%的时候 就代表着是经济处于衰退的状态 那他这个数据数据数值 过去每一次的美股的美国的经济衰退 通通都命中 所以这一次5月6月失业率3.96% 4.05%到4.03%的时候 他那个数值三个月移动平均 就高过了0.5%到0.53% 所以触发萨姆规则 所以让美股在上个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重挫 那目前的电子盘依然还在下跌 可是过去命中 我早上也说过了 我认为这一次的命中几率也蛮高的 因为这一次看起来是鲍尔 他硬要拖到9月份才去做降息 所以原本萨姆他其实就在6月份的时候 有稍微讲过说 你如果费的不降息 他就是在玩火 因为他认为应该要降息了 否则会衰退 可是那时候市场上面 没有人在理萨姆这件事情 是礼拜五的时候 美股在崩的时候 才出现萨姆规则 把他拿在很棒放上去做解释 所以之前其实应该叫做是有 但是没有人理他 然后这一次的话是美股 然后让市场上面都在把他拿出来讲 那种为下跌找理由 或者为了下跌找一个指标或讯号去推给他 或者说萨姆好厉害之类的 当然萨姆他另外也讲说 最近的美国的失业率高 很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扩张所驱动的 因为有太多外来移民了 所以移民进来到美国的国内的时候 他就自然会让失业率攀高 因为劳动力的需求就那么多吧 可是如果有一大堆移民进来的时候 那供给大于需求 所以他就带来失业率的攀高 所以萨姆其实说他这一次的指标的效力 很有可能受到扭曲 那不过如果真的论现在的话 真的有可能要么软着陆 要么经济衰退 可问题是经济衰退 会不会真的带来美股的大跌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7月份的时候再次出发 这位就是还蛮年轻的 我觉得他还蛮专业 因为他之前是FED的专家 他就是萨姆 对 这个是他在官网上面 就是New Century Advisor 上面看到这位照片 那他在这一次的时候 因为7月份的0.53 就真的是完全过去完全命中 所以这一次的话再次出发的时候 带来市场上面的一些警讯 所以经济衰退 有可能会发生 但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是 经济衰退跟股市的震荡的这件事情 它是有连结的吗 还是脱钩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那时候 遇到的事情 那2020年的那一次 这边我们帮大家找到了 在4月份的那一次 也真的触发了萨姆原则 因为他从0轴 然后一直攀上去到4 所以这个4就再次触发了 萨姆原则 因为0.5上就算了 他一路跳到那个4 然后结果你发现说 真的衰退了 因为那一次他其实就是疫情 2020年那次我相信应该 大家记忆犹新 因为那次是台股的8523 然后结果没想到 4月份的时候触发的时候 那时候在9600点左右 结果触发的时候 啪的一下 怎么会衰退 景气衰退却 股价畅高 对啊 却股市却大涨 对 所以这个问题 好像又感觉这一次的下沙 并不是因为萨姆原则而下沙的 并不是因为衰退而下跌的 那到底原因在哪里 那这个原因 其实花了太多时间来跟大家讲这个背景 我觉得回归到现在目前的重点 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人 来告诉你 为什么下跌 好恐怖哦 那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应该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真的下跌了 我手上有持股的人该怎么办 或者是说如果真的下跌了 我想买股票怎么买 或者说如果真的下跌了 我之前有一些比较不愉快 手上的股票的话 我能不能去做一个换到强势股 或者换到下半年有机会的 我之前就说过啦 有一些个股可能我们现在手上的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没有跟上前一波台股在大涨 然后别人都涨到上面去了 可是好不容易现在从上面跌下来了 然后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也没有动 或者是跟着跌了 所以原本之前就是一换就亏的那样子的不愉快的感觉 现在你有没有可能一换不那么亏 亏少一点 对或者是说你换下去之后 你下一阶段在手稳在转强在创高的时候 他们上去了 而且你也真的换上去了 而不是在抱着那些什么中刚台素 我之前有老师跟我讲说那不念硕哦 那念硕哦 硕硕啦 硕硕 对啊 那些股票就是不会跟着涨的 然后还跟着跌的 你现在好好的趁着现在去做一个调整 然后去做一个换股也好 加码也好 这是现在目前我认为比较积极的心态 你该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选股的方向或者是说到底什么时间点 你该去做这些动作我们也正在紧盯着 因为我也说过了 问我我手上有没有股票受到这些冲击 有啊 有 我老实告诉你 我们的会员持股在这一次的下跌的过程之中 也受到了一些冲击 但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只要是错杀超跌 我就敢在他手稳的时候再去做加码动作 那如果你要跟着我们一起 好好把这些股票把它 逢低加码把它赚到的话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规划的方向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FED它已经被人喊到你太晚了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目前市场上面的共识是9月份的FED 应该会降起两码 你看这边 我把这个表给你跟你讲一下 然后这个是9月18号 再来11月7号再来12月18号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哦目前的话是5.25到5.5%的利率 那 在9月份这一次的话 市场在预估降息一码的几率有30% 然后呢两码的几率的话 竟然高达了69.5% 这两个加起来刚好是100% 所以你要码降一码 你要码降两码 而且降两码的预期来的更多 因为市场上面在担心会衰退 所以你逼得你FED不得不 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市场在看的一件事情 是9月份要降息 确定要降息 我顺便再跟大家做补充 如果从现在开始 真的要确定降息的话 你的那些债券的ETF 我认为他们的报酬 都会比你那些高股息的ETF来的更好 那这两个商品 其实都是很 我算我觉得算不错了 应该不能说叫做是 你以稳赚不赔 应该说这些商品都是 让退休族 寻求稳定现金流的投资人 保守的投资人 可以去做资产配置的地方 那这些个股的话 应该这些ETF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买债券会远远比你 你买高股息来的更好 原因是因为如果确定要下跌 如果要确定要降息了 那债券的部分会比较OK 然后你如果再看一下 11月份的部分的话 甚至还有人在讲说 再降三马 三马 所以看起来今年很有可能会 在这边降五马 那五马的话就会释放 更多的资金 然后到时候我认为 在资金的释放的过程的预期之下的话 其实那些买盘 会渐渐再回来到股市的部分 当然它是已经变成是一个 景气趋缓软着陆 甚至有可能衰退的一个刺激的过程 所以你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目前的资产的配置 对一些相关的内容 可以持续盯着我们的提醒的方向 那当然我也说过了 我们在跟大家讲的重点内容 我都是希望领先的来告诉你 可是如果你有看到一些新闻媒体 那个什么报纸头版头条 你都会看到说 怎么都是一些我们讲过的 然后才上了头版头条 或者是才上了 我今天讲明天上头版 或者我今天讲下个礼拜才上头版之类的 很多很多情况这种发生 所以我不能说他们慢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那种解稿的限制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要看最早最及时的一些看法 而且是数据面的 法人的一些看法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Line跟我们的YouTube 一定要把它关注起来 因为行情在波动 那如果你手上个股就是没有跟上 我觉得那有点辛苦 可是如果行情在波动 你可以知道这些问题的发生的原因 而且你有解决之道的话 那这一阵又何妨 因为你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因应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公商时报》头版头条 跟《经济时报》头版头条 我还是给看一下 但是你看到如果你今天打开报纸 你应该会 这什么报纸 你竟然在这么样重要的日子里面 你竟然头版头条 竟然是一个满版的广告 所以这就是新闻媒体在说的事情 我们没有在过广告的 如果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你会很舒适的一片全部都看完 然后盘后解盘的话 还有细细字幕来让你做 就是万一如果不方便看 万一你如果要上班 不好意思讲偷偷看 不能用听的 你可以用看的 你可以用看字幕的方式 然后把它看回去 那好了 那《经济时报》先略过好了 可是我看《公商时报》的话 你会发现说 哦你他认为跟你讲 台股还有戏哦 六台匠会领衔 甚至会跟你讲说 台积电的Info的客户 连谷歌都想要来 原本之前Info只有在 苹果的出货的那一块而已 可是现在连Google都要来了 也就表示说真的 我们台积电真的很棒 它的技术 它的成长动能 它未来对于新的更多的客户 它真的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 这个但是 你应该要知道我要讲什么 我待会再告诉你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来 他跟你讲说 伊朗准备要回击 伊朗准备要回击以色列 最快8月5号 今天8月5号已经过一半了 结果你还没看到 而且这个新闻的话 应该是上个礼拜 你就应该已经看过 周末应该就知道了 对啊 我们就已经跟他讲过的啊 那好 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这些新闻如果你真的看了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后面还有戏啊 摩根大通优选6台将啊 像什么台积电 鸿海广达 星星 然后大立光跟四星KY 结果今天台积电差点跌停 盘中有打到跌停 对然后四星盘中跌停 跌停 鸿海跌停 来来来来 这个你要看一下的 台积电盘中曾经触及了813块的跌停价 尾盘的话说在815 勉强没跌停 但是其他的鸿海的话 我们刚刚看到了168跌停 3661的四星KY的话是2105跌停版的这些个股 所以当你看到头版头条的时候 你应该要我跟你讲过的 你应该要稍微去做一个停看听一下 因为他们基本面的看法 我认为应该都没有差太多 因为这些大支的外支 或者是带这些大支的个股 你外支你不敢乱喊啊 因为你乱喊 鸿海明年的EPS 我们已经早已经看15块了 那如果你鸿海要是给我看28块 不可能吧 它没有那么好 但是如果这边的话 投资价值我认为是有的 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那个225 15倍本益比的地方 那是很多一些赚到鸿海的人 已经获利了结的地方了 可当它跌到季线190的时候 我认为已经是跌出投资价值 当然有人会质疑我说 跌出投资价值190块 你今天还是跌停牌168块啊 那这一段怎么办 所以这一段我的定义叫做是 就错杀了啊 只要哪一天我们的台股回稳了 你外支你就不要卖了 或者外支就回来回补了 这边都是甜甜价 这边都是低点啊 所以这边你该有一个心态 叫做是投资价值 然后等待齐心符合 然后等待这边 就是手稳再转强 就是很棒很棒的低阶 分批低阶的好的买点 这件事情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那当然如果就操作部分的话 我就没法跟大家讲的太细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哪一天要操作任何一堂股票的时候 一定是对我们的团队 家族成员会员们 全体的会员们说清楚 讲明白原因理由买卖的价位都一定会说的很清楚 就像这一次 你看我也说过了 其实这一次台股来去做跌破季线的原因 它跟上一次4月19号盘中大跌1000点的那一次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因为那一次其实就是跌了1000点 你看我这个图是直接画在这个上面的 然后这个是画在前几天的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7月30号的时候 对啊你看我这边有没有 4月19号盘中跌1000点 然后成交量的话是7000多亿的报大量 所以那一次叫做是重挫洗服额 可是这一次的洗服额的状况的话是 就真的洗不干净 因为它一直量缩 扣掉对你扣掉今天6400亿的成交量之前的话 就跟德宇说到的你看 它就是一个量缩的方式来去做清洗 所以因为下沙无量筹码扶而洗不干净 就只好以时间换空间 以跌止跌 错杀抄跌 手稳再上 这是我在我们自己节目里面在我们的LINE讲过之后 再拿去哪里 你看这里 中市 对 中市的7月30号的财经早点名 我再去讲一次 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让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反正投资朋友们 你要看到的 你全部都看得到 那我也说过 你看这边 我也跟你说过了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台股会有两大买点 我希望你是用分批买的方式 那我也要强调一句话说 原本我们在看的一件事情是 反弹到大概22006000到22007000附近的话 它会去做一个下压再上的动作 可是这一次它真的跌的 比我预期来的更重 因为它并不是测了前低就上去 而是破了前低 目前为止你今天继续大跌 所以比我之前预期的更弱一些 那再索稳再上的过程的话 就是我们正在紧盯的关键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一次会跌的比我 预期来的更重的原因就是 它自己生生自己救 买啦不要啦好不好啦 我这个我也是很早就跟大家说过了 这边都是有图有真相的 中市8点11分 7月22号 然后台积电有没有跟你说过 跌破1000块先别买 你如果那时候1000块没有买的话 你今天看到的是800多块 你在这边要逢低捡便宜 你随便都可以捡 但你能不能捡 我认为也是一样跟刚刚 鸿海的观念是一模一样的 它真的就是好的股票 可是它这边真的是需要 你看我这边怎么写的 大户卖散户买筹码 带捐利 我这边念细一点这个数据给你听 因为你这个可能看截图 看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 7月5号的时候 台积电的散户1到999股的散户股东的人数的话是82万3000多人 那你再看一下最新最新的 今天也给大家看过了 来这是今天8月2号 昨天前天因为今天8月4号 是上周五的 对上周五上周六 礼拜六 那个集报股权分散表才会做更新 因为这是官方的资料 那官方资料的话会在礼拜六的凌晨左右的时候 才去把它结算完成 再去做一个公告的部分 那你看 有没有 1009892 这是多少 这叫做是散户的领股的股东突破100万人 我没有看过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种台积电 我们现在天天都在写历史 盘中大跌的历史 收盘大跌的历史 台积电股东散户破百万的历史 全部是145万人 其中有100万人都是领股的散户 三分之二以上 那这样的台积电真的 你觉得护国神山自己救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就表示说 有太多人还在关爱他 那我也跟你说过了 哪一天台积电就不会再这样下杀 或者哪一天就会恢复他的成长动能 他绝对是基于外资 或者是千张大户 这些大户们开始在买买买买买 然后在买买买的过程 我们的散户 当你听到你的隔壁同事 亲朋好友 左邻右舍 不再跟你讲台积电的时候 他就会回稳了 可是那时候就是一个宿命 就是这些散户们就会 就会也错过下一次的起涨了 所以有人问我说 那现在目前可不可以领股分批买之类的 我觉得中长期而言应该不是坏事 但是现阶段要整理的时间的话 恐怕会让你接到手软 所以那就是我说到的接刀子的那种观念 就是你这边你既然之后还要跌 那你就不要接刀子 那你就保留你的资金的部位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到的一些重点的地方 那我顺便再跟大家做一个额外的补充 就是因为真的短线上面 除了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台积电也好 或像是鸿海也好 这些全职股们 他们真的都是投资价值 就像联发科 他虽然今天 他虽然开玩法说会被外资继续卖 甚至这两天还跌停 那这个问题的话是绝对是基于外资正在卖股票的这样的操作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现在既然要洗福尔 那你就请你让他洗 然后洗到脱皮 洗到恐慌 洗到就是洗干净之后 没有人想要进场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那他就会再次回复到成长动能 当然基于全球股市美股再重新再转强 所以我在我的LINE粉丝团 我在昨天的时候也分享一个这个档案给大家 这是什么 那这个档案的话 我给大家做一个标题的说明 这叫做多沙多融资筹码危机股 目前的融资维持率在140%到125%偏低的这些相关个股 因为我们现在的法规限制的是130%以下的这些个股 他们都会被追缴 用融资的人 你要补缴保证金 对所以我再次重申 我拜托你别开杠杆 不要用过度的保证金去做交易 不要用融资去买股票 因为那都会带来你自己一些资金的控管上面的一些风险 所以你看这些股票 我认为不一定是坏股票 甚至有一些是算是有成长股 这谁 历程 然后这还有谁 这还有全新 后面还有谁 我觉得有一些双红也跌到602块 然后你看这还有谁 后面还有华晨 也在这里面 对 所以你看我们再把刚刚前面几档个股 你看南电 南电有没有投资价值 我告诉你 有 他绝对有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跌停 跌停的南电 这是盘中跌跌7%的历程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这些个3324的双红 跌停的方式 他们都是好股票 可是都遇到的问题是融资维持率 把他们现在目前 把他杀到必须要清掉那些散户 所以今天很重要 你可以留意一下 晚上大概八九点的时候 那个信用交易融资与额 到底洗了多少出来 如果能够看到越多的断头 或许是散户投资朋友不喜欢的 但是我告诉你 那才是法人要看到的事情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也说过一件事情是 台子期货已经进入了追缴区了 因为如果真的跌了 看我换算给大家看过了 904点 对如果真的跌了904点的话 期货就会进入砍仓的阶段 期货的风控透由保证金交易 去砍那些做多的散户 股票的风控也是来自于那些融资太高 然后融资维持率太低的那些个股 砍光 砍光 然后他就会带来股价的错杀超跌 首稳再转强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今天的台股的话你甚至还看到一件事情 有没有这左边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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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昨天的这左边这是我们台股的现货 大盘跌了1807点 然后呢台子期货的话甚至还跌了2152点 我告诉你 我的理解我的认知是今天有一些 期货的散户被期货商直接断头 直接扛出去了对而且还overloss overloss是保证金还不够补 他必须还要另外再筹钱进来补保证金 所以今天期货才会跌停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恐慌 已经带来砍仓砍出超跌了 逆加差可以砍出456点 如果你知道这种情境的话 这就是不可思议的逆加差 怎么会有就是期货杀杀杀杀杀下去 然后结果怎么好像有啦 今天确实是股票跌了1800啦 可是期货怎么会跌了2100 怎么会有这种多跌的这样的情境 所以每一件每一件事情 都是有那种超跌的意味 那可是我也说过了 超跌的意味的情境的话 不代表这边就要回问 那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你有你可以做期货 来去做投机也好 避险也好的话 你就可以在现阶段 赚到一般股票赚不到的钱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期货 策略平台 这是聚保期 那聚保期的话会有很清楚很清楚的讯号 最近我说过了 行情我看多 但是操作我要多空双赚 所以空单赚钱 空单又赚钱 还是赚钱 所以最近的我们的期货的波段 短波段的空单的话 是三连胜 那这个就是在现阶段真的是属于一个 你可以做投机 你可以做避险 因为如果你有股票的人的话 你可以用期货来去做避险 那可是如果你是原本在做期货的人的话 你就直接做投机就好了 投机你用期货来做 会远远比你做台积电来的更好一些 那时间的关系 因为今天已经超时了 可是我还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些些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说到了现阶段就看指迪的讯号 那还没有看到指迪的讯号 或者说你该怎么样去做应对的时候 我们也会在LINE 粉丝团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 甚至我直接上中视来跟大家做提醒 我要看到什么筹码 我要看到短线上面的融资鱼 洗到脱皮 我要看到大减100亿之类的 然后我要看到的是爆量已跌止跌 今天6400亿有这种感觉 那或者是说如果真的量不够的时候 以时间换空间再拖一阵子 然后最好的情境的话是外资转为买超 然后或者是新台币的汇率可以指贬回升 那今天我觉得还蛮有一个意思的就是 你看到其实今天台股是在大跌的 但今天台币是升值的 我觉得蛮奇特的 你看这TPFI 目前我们现在录影时间说它是2点51分 这事情还在跑 因为它跑到4点才收盘 这是现在目前2点51分的新台币汇率 目前竟然不是贬值 竟然是升值了1.19角 是大幅升值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所以这件事情请你关注着它 所以我如果说现在目前的止跌的三个 很重要的讯号的话 就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3 但是缺一个的一件事情的话是这件事情 就是VIX 恐慌指数 因为恐慌指数不是我们台股说这算的 它是追踪S&P500的期货 期货指数那边的VIX指数 所隐含出来的这样子恐慌的一个意味跟气氛 所以这一次的我刚刚目前看到最新最新的VIX的话 竟然还飙了59% 这都已经是极度恐慌了 很高 然后上次原本这一根4月19号这根柱状 差不多差不多平起结果没想到这一根8月3号 你现在看到这一根直接喷上去 所以目前看起来缺一不可 所以等VIX把它回落回档休息 那就表示美股台股会就会在手稳再转强 所以VIX指标请你盯着它 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去做关注 那当然如果在现阶段 我说过很多次了 因为真的真的是有一些个股有一些状况 好坏股票通杀的问题 那好坏股票通杀的问题的话 我赶快把今天的一些结论做一个归纳 我今天特别做这样头影片 因为我知道你不一定有时间看完 但是我觉得这个重挫的护身符 你一定要把它 拥有 一定要拥有 你就当我苦口婆心碎碎念都好啦 喜福尔好坏股通杀的阴影策略 我刚刚说了用利空测试才是整体步 所以用以跌止跌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时间点你有资金 你不一定要在这边去做截刀者动作 可是我认为这边的低点 你就看着筹码量价和外资 甚至像是VIX指标 它就会带来真正守稳的机会 那如果你都看不懂 没关系 LINE来问我一下 电话打进来问我一下 或者反正就是因为我的私讯 这边刚好 来我们导播帮我们切出来了 这个 好我们的QR Code QR Code扫起来 这个这个这个 那QR Code 我知道现在目前应该是 各大手机都可以用 就是照相功能 不管是iPhone 或像是一般手机都可以 把那个照相的功能把它开出来 扫一下就一定可以 加入我们的LINE的粉丝团 里面的内容真的多 真的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 那怎么办 来 直跌就看全职啊 台积电 宏海联发科 都是投资价值 只差回稳 然后未来 当回稳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一样 看大做小 因为接下来还是有所谓的作战行情 所以我认为在8月的中旬 甚至下旬 它重新恢复升级的那段时间的时候 也是请你盯着投信的作战股 气体状态 他们都还是有绩效压力 即使现在的绩效已经是好坏通杀的状况 可是回稳的时候他们还是得弄 所以现阶段你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盯着我们的LINE跟YouTube 然后甚至是好好加入我们 然后把握这一次错杀超跌手稳再转强的机会 我相信大家手上最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股票受到大盘大幅拉回的影响受伤了 怎么办 没关系 不要客气 直接扫描荧幕上头的QR Code 或者是把大人哥的LINE粉丝团加起来 我们的ID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被套劳的股票一定得要太弱换墙吗 不一定 让大人哥帮你看一看 有的股票也许我们还可以逢低加码 那么想要空手进场的朋友 是接刀子还是能够挖到钻石呢 当然跟着专业的大人哥走 你最安心 马上加入大人哥的LINE粉丝团 ID是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或者是扫描荧幕上头的QR Code 把你的烦恼告诉大人哥 把你的烦恼股 换成大人哥的私藏备数股 一个人现问两档股票 因为大人哥想要赶快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赶快帮大家解决问题 所以一个人现问两档个股 留言您的个股股名 档数成本 以及可以联络到您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客气 让我们一起跟着最温暖的大人哥 度过台股震荡洗盘的这个时刻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最温暖的大人哥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一人888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